欢迎来到月亮说 2023年已来到年终了 近期又有一大波新剧定绝了 像是古装剧《流水迢迢》 由任佳伦搭档李兰迪 并与徐正希展开全谋斗志 永夜星河由于书新搭档丁宇希 上演小兰花与谭太近的人设 以及有望成顶流的张婉毅 搭档王楚然出演娇藏 还有徐凯搭杨子保证了收视 可惜白敬廷搭档的新女主被骂惨了 以下就是八部最新定绝剧的CP 网友们都期待哪一队主演的新剧呢 一起来看看吧 近日定绝剧CP第一队《流水迢迢》 由任佳伦与李兰迪主演 这部古装剧《流水迢迢》 其实最初传出的是由罗云熙来主演 但项目搭置后 最终改由任佳伦搭档李兰迪来出演 该剧男二还是个徐正希 这几位皆是演技派哦 而且任佳伦主演的古装剧 本身就自带热度 像是之前的《周生如故》 和《玉交际》系列等等 无疑不是冲上当时热榜的第一名第二名呢 然而很多网友都觉得有点遗憾的是 李兰迪在古装扮相上并不算美 好在他的演技还是过关的 这部《流水迢迢》是以武侠为题材 改编自早期的一部热门小说 故事中权某部分的比重较大 主要讲述了天真烂漫的江慈 因为好奇看热闹 而被卷入了魏昭和裴衍之间的斗争 魏昭是盛世美颜的月落成城主 而裴衍是朝廷宰相兼武林盟主 这两人都对江慈产生了情感 然而三人之间展开了一段 凄美动人的纠葛恋 小编觉得该剧最大的看点是 任佳伦和徐正希 在剧中演绎的权某斗争 这感觉会很带感哦 一起期待吧 近日定决剧CP第二队 仙台有数 由白敬廷 郑秋红主演 大家对白敬廷前阵子的长风度 也是一面倒好评呀 自去年她的清清日常 到今年的长风度 这两部古装剧的成绩都非常出色 她也是很多网友心目中 最会挑剧本 且口碑很好的演员之一 而近期传出 白敬廷将主演仙侠剧 仙台有数 这也是她首次出演 这种虐恋的仙侠剧 对于女主角 暂定了郑秋红来饰演 但是呢 现在白敬廷的粉丝 对她接这部剧 都有些不太满意 反弹声浪很大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该剧改编自古早的小说 高光部分 其实都在女主身上 男主几乎没什么亮点 而且剧情老套 雷点过多 女主郑秋红 还是个没有啥名气的新人 粉丝们纷纷认为 咖位不对等 对白敬廷没什么加成 因而表示不满 小编认为 这也是资本的操控 必须得多多培养新人 否则录剧演来演去 就这么几个人气演员 实在供不应求呀 仙台有数的设定 跟大部分仙侠剧一样 也是恩生恩式的师徒虐恋 女主 薛然然为了活命延年 败如仙修奇才苏益水的门下 她听说苏益水曾经的师父 是女魔头穆清歌 罪恶滔天 苏益水为了大义灭亲 二十年前携众位正道 将女魔头师父穆清歌 打得魂飞魄散 然然还听说 穆清歌一直暗恋着师父 只是爱而不得 然而女魔头重生后喜心革面 想要与苏益水再续前缘 这对仙侣奇缘 让然然十分羡慕 于是她准备给师父包红包时 却被师父壁冬在墙上 师父好像入魔一般 低声对她说 清歌 你还要票我到什么时候 然而故事就此展开 如今咱们的小白 也能独自带火新人了 真为她感到骄傲呢 近日定绝剧 CP第三队 永夜星河 由于书欣 丁雨昕主演 这部永夜星河的原名叫做 《黑莲花攻略手册》 男主也是传闻多次 最终由丁雨昕拿下 这对CP也是 很被网友看好 于书欣在《苍蓝诀》中也证明了 自己有一定抗剧能力 而男主丁雨昕的古装扮相也算好看 两人的演技也是过关的 加上该剧是接下来万众瞩目的超级大IP 也是一部古装仙侠剧 它和《苍蓝诀》一样 原著小说的人气相当高 而且女主呆萌的人设 有点像《苍蓝诀》中的小兰花 而男主沐生则是病焦腹黑的设定 有点类似于《长月静明》中的谭台劲 对于于书欣梅的说 应该依旧会适合该角色 丁雨昕小编还是有点担心的 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也是一次挑战 这部《永夜星河》改编自热门小说 《黑莲花攻略手册》 原著是川叔的设定 主要讲述了数学系女大学生林妙妙 她偶然穿越到狗血玄幻小说《捉腰》中 变成了她最讨厌的炮灰女三铃鱼 她还被迫完成狗血任务 去挑拨男女主的关系 去攻略心狠手辣的病焦《黑莲花》男二 然而男二却反倒对她产生起了兴趣 近日定决剧《CP第四对》 《成欢记》由杨子、徐凯主演 我觉得《成欢记》最信心我的 其实就是成欢 不得不说 《雪英灵》主中徐凯的打戏是真的精彩啊 这次徐凯搭上了杨子和做主演《成欢记》 近日也终于官宣了 该剧的热度也无庸置疑 他们俩主演的戏一般都非常受欢迎 这部《成欢记》是一部现代情感剧 改编自一书的小说 导演也是曾指导过高评分的甜宠剧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编剧则是《玉交际》系列和《浮屠猿》的团队哦 制作都有着一定保证 该剧尽管放心期待好了 《成欢记》主要讲述了一位九五后女孩麦成欢 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母亲刘婉玉的催促下 她和男友新家量商议婚事 但新家富裕的经济条件 以及麦成欢母亲对女儿过度干涉的行为 加速了这段关系的破裂 在孝道和忠于自我之间 麦成欢逐渐从母亲强势的爱护中脱离出来 专注于工作 然而 她的蜕变得到了继组母的认可 将自己最重要的酒店经营重任托付给她 最终 麦成欢与一名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 成为了工作伙伴 两人共同进步 感情逐渐升温 近日定决剧CP第五队 焦藏由张婉毅 王楚然主演 焦藏是由腾讯和杨幂前公司 嘉行传媒合作打造的一部古装剧 最初传闻是杨幂将出演女主 但后来该项目被搁置并重新筹备 最终换成了张婉毅与王楚然搭档出演 这对演员也让人期待 网友们都笑说 张婉毅现在似乎成为了腾讯的亲儿子呀 先是搭档杨子演出了大IP古装剧《长相思》 接着又与任敏合作了知名IP改编的古装剧《锦绣安宁》 并且又接下了一部证据《父辈的荣耀》 加上这次与王楚然搭档的这部焦藏 这么多全是腾讯最受瞩目的大IP呀 这样的资源 你觉得能让张婉毅成为顶流吗 这部焦藏的剧情也非常有亮点 他改编自晋江文学成作者《狂上家狂》的小说 主要讲述了男主在搅匪时救下女主 而女主恰巧失忆误认男主是自己的相公 男主想利用女主引出土匪头子 于是假意硬承 但是在相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被女主给吸引了 最终发展出真爱 并经历了吊马追欺的故事 然而没想到的是 失忆的女主竟然就是跟男主旗鼓相当的土匪头子 必须承认的是 王楚然在古装方面一向很美 而张婉毅的演技也有一定保证 这两人的搭档同样值得期待 近日定绝剧 CPD六队 大凤打羹人 由王鹤蒂 田锡薇主演 王鹤蒂与田锡薇成为了田长帝九组合 两人一起演绎探案与仙侠题材的网剧 很多网友期待极了呢 前不久 大凤打羹人终于官宣了 将于7月份正式开机 这部大凤打羹人的小说 曾经可是获得了网络小说原创风云榜 2020年度第四名 并且长期稳定在销售和月票榜的前二哦 是2021年的一部爆款作品 粉丝们与原著粉也都对王鹤蒂和田锡薇的颜值赞不绝口 表示将全程支持与关注该剧的最新动态 这部大凤打羹人作为一部古装题材剧 主要讲述了一个传奇而热血的故事 王鹤蒂饰演的打羹人许七安 通过自己前世的经验和智慧 为寻找真相踏上了一段充满危险与挑战的旅程 而田锡薇则饰演女主角林安 她与陈长生在命运的安排下结缘 一同踏上了寻找真相的征途 一起期待这对田长帝九组合吧 近日定绝剧CP第七队另一种篮 由宋茜周云铭主演 如今的宋茜已经确立了30岁都市女性的戏录 从下一站是幸福到近年的温暖的甜蜜的 以及切爱的生命等作品都是相似的戏录 而且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接下来宋茜将与周云铭搭档主演另一种篮 这部剧是以景德镇陶瓷工艺的传承为主题 将会在网络和电视台上联播 主要讲述了一位北漂小透明陈小满 她在失业和朋友离世后 意识到自己曾多次错失选择生活的机会 于是她决定回到故乡景德镇 在那里 她偶然遇到了遭到背叛和失忆的上司科研 两人也在日常相处中发现彼此的不义 然而他们试图隐藏自己最真实的境遇 但又不自觉地在对方身上寻找到了一丝依靠 最终他们并肩前行一起创业 克服了重重阻碍 走向了彼此 近日定绝剧CPD八队 《痴爱游戏》 由何瑞贤 樊智欣主演 《痴爱游戏》改编自同名的热门泰剧 泰剧的原作可是极其狗血的哦 而这部剧的改编版是由何瑞贤和樊智欣搭档主演 何瑞贤是于政旗下的小花 但她显然没有白鹿那么受到力捧 她最著名的角色是以家人之名中的唐灿 此外还出演过《尚时》和《九霄寒夜暖》等作品 而樊智欣则是近年来非常火的短剧男主 曾主演过《对我而言危险的他》 《婚事等等》短剧的《男一号》 这部《痴爱游戏》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许诺是远飞集团的千金 从小生长在父母的溺爱中 她从国外留学归来后 发现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 母亲被净身出户 而她的哥哥沈家和却即将替代她继承家业 更令她气愤的是 父亲的未婚妻竟然是沈家和的曾经的绯闻女友白夏 也是她昔日的宿敌 然而为了夺回公司 揭穿沈家和的真面目 许诺运筹帷幄 诱惑沈家和与她豪赌了一场痴爱游戏 于是两人开始了一场相爱相杀的历程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近期确定好选角的新剧 小编很期待呢 看看评论区 大家都最期待哪几部